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车问的视频版 今天是我跟他做啊 周老师 对啊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回答大家 在大家车问上面提的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想上到我们视频版 记得首先要多提问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周老师好不好 可以 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这些问题 都挺有代表性 会涉及到很多最近非常热门的车型 所以大家也是在关注 比方说这个极客的Tix啊 还有同一世的Z9的GT啊 还有阿维塔的07啊 那这期的节目一定不能错过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好 第一个问题呢 这位朋友说刚毕业啊 男生 他是他的第一辆车 家里第二辆车 然后从行驶质感 智能化 实测的续航 内饰的乘坐舒适度 综合考虑 那13万这个价位里面 小朋友Mona M03 一派007 圣南SL03 这三台车怎么选 你看 就是会涉及到最近很火的一台车 Mona M03 这个车真的 就他的人气跟他的交付 其实是成正比的 对 现在 如果你还在考虑 你现在才去交钱买啊 排队可能要也排挺久的 排可能差不多大几个月 对 就你如果想年前买这个车的话 现在才去店里面交电金 估计是提不到的 很闷水的了 那我们就先不管这个交车周期吧 就纯粹从这位朋友的需求出发 你觉得这三台车 你会怎么选呢 如果是你 回到你刚毕业那个时候 一定是M03的吧 一定是买M03的 会吗 对 因为 就是1007这个车呢 我也参加了它的试驾 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它的底盘 调的有点太颠了 就是它的行驶绿震的感觉 是比较粗糙的 所以如果是想要追求这种乘坐舒适性的话 那这个车包括行驶质感呢 我觉得都会欠一些 然后SL03呢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木桶的车 但是呢 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因为毕竟会比M03要早一点嘛 对 其实会稍微差一些 对 所以M03可能第一个 它的外形比较时髦 有这个有品质感 然后呢 它的智能化的水平 那目前我觉得也是相当棒的 乘坐的话 可能第二排会稍微有一点憋屈 有一点顶头 你顶吧 顶的啊 绝对顶的 所以就看坐在第二排的 你的朋友们它的高度有多高 如果像Alex这样呢 那可能就麻烦一点 但如果像我这种呢 那勉强还是可以做一做 你是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它过一个减速带 速度快一点的话呢 你就会顶头了 顶头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对 但这位朋友也提到吗 是家里第二辆车 那我估计第二排用的机会 也不会太多 所以就其实真的这几项考虑下来 我觉得也是M03 尤其是M03的车机 虽然用的芯片是8255 不是很先进 但这个车机的界面 对 界面UI很舒服很漂亮 对 用起来就是很有那种 心势力的 那种该有的感觉 对 还有它的云助手小P也是很聪明的 对 所以就综合考虑 我们都推荐M03 第二题 第二题 第二题是阿维塔的07增程版和蓝图FREE后驱版 哪个亏电的时候更省油啊 喜欢阿维塔的内饰 之前开的是理想1 习惯语音控制导航听歌之类的 不用辅助驾驶 两车有什么优缺点吗 哪台更好哦 哇 那我说亏电油耗先 亏电油耗 亏电油耗 那蓝图FREE的亏电油耗是真的不低的 对 就相对来说 如果你是把这台车当是一个油车来开的话 那就是阿维塔07会更好一点 对 阿维塔内饰 那各位朋友就说已经很喜欢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然后语言导航听歌之类的 这个也是阿维塔07的强项 对 它的座舱的整个智能化的水平 我觉得要比蓝图系列要更出色一点 对 蓝图呢你会觉得你本能上 会在那个车机里面点点点 那如果你要用语音呢 只是意味着这个蓝图的车机 其实没有那么好用 而不是说它的语音有多好用 对 但是阿维塔的感觉呢 就是它的语音是比较聪明 它的响应很快 然后你跟它的这种交互呢 也是可以就是很自然语意的那种交流 对 所以从这个车机的聪明程度 跟内饰的质感呢 我都觉得其实阿维塔07是更占优的 对 我觉得就是蓝图的车呢 不管是free要 还是其他车要 它的感觉呢就是 更像是央企的那种一板一眼 嗯 那种那种做派吧 就可能年纪大的朋友 对 你喜欢以前那种车的感觉的话 你上到蓝图上面 就没有什么学习成本 没有什么压力 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那还是阿维塔 对更更加适合一点 是我所以这个也是 加上你之前开的是理想1 那么我觉得你也比较能够接受一个聪明的智能的车 对吧 那所以就选个这个阿维塔07了 但是阿维塔07就如果你建议的话 你建不建议大家选那个电子后视镜 流媒体后视镜 哦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 绝对不建议 唯独是那个 哎呦好别扭哦 如果真说缺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缺点 但幸好那个是选配的 对啊 不是必要的 对啊 因为你在一个光学后视镜里面看东西 你是对那个距离是有景深 你是有把控的 但是你看屏幕呢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二维的 所以你对这个车距的判断其实是不准的 另外呢就是你看这个电子后视镜呢 因为你只是在瞄着一个屏幕 你没有用余光去瞄外面了 所以其实会导致 虽然好像说你用电子后视镜 它会消除盲区 但是就在你车旁边的那个东西 你只要盯着屏幕 你就是看不到 对 所以其实它会造成一个 在一个很近区域的一个盲区 还有制造的另外一个盲区 对啊 这个就是新技术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而我们这些人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能够 很好的克服这些问题 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子后视镜 能不选就不选了 真的 好下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的小孩长大了 有空间需求 含泪换掉七年的Alfa Romeo 我都哭了 我都替他哭 Alfa Romeo多好看 听到都心疼啊 含泪换掉啊 那现在呢就要纠结自己 LS6还有极客7X 它选的都是四驱空旋的版本 然后自己呢就看中自驾跟后轮转向 因为这位朋友住的是华荣道的小区 就是很窄的那种小区 然后也更安静 那极客就空间更好设计更实用 这两台车今天怎么选 如果是我呢 我会选回这个极客的7X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一开始你驾驶的是一台Alfa Romeo 就证明其实你是一个很喜欢开车 对驾控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 那如果是这个角度呢 那我觉得LS6它的驾控水平是不如7X的功底那么深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位朋友说到你住在一个华荣道小区 那么后轮转向给这个华荣道小区的这个体验呢 那Alex你就很有发言权了 对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开X9 X9也是后轮转向的 确实你在停车或者过一些很窄的那个弯道的时候 后轮转向是帮到你的 但是你如果你的小区真的是很老很窄 像我家就是你的车本身的尺寸摆在那里 对 你停不近的位置还是停不近的 你拐不过的弯也是拐不过的 对就好像比方说对啊 假设好像Alex这么高的人 他会mark1字嘛 那你说会mark1字嘛 对于他进出那些很小的门有没有作用呢 可能有作用 但是还真不如我这种就矮贴贴的那么方便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就TX的尺寸是比LS6要小一点点的 但这一点点在华荣道小区里面 可能会比后轮转向来的更加的实在一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位朋友看中的是自驾 那当然这个LS6的那个MOMENTA的系统 我当时在重庆市的时候挺强的 它基本上都不用我接管 它连那个小的电瓶车的B round这个它做的都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也并不代表呢TX就是会比LS6差很多 只是TX它的风格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没有那么激进没有那么感开 但是在这个高速的NOA领航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TX的表现也都还不错的 再加上它的这个驾驶的质感呢 转向这种运动感呢 包括在跑山的时候这种车跟人的这种整体感呢 我都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是要比LS6要好 嗯 所以你会推荐 我会推荐TX 下一题 日军通骑50公里有装 想换纯电SUV 注重舒适车机空间小小自驾 厂家秦OTA的蓝图的之一呢 极客7X啊 智介的R7都看过 应该怎么选 如果说秦OTA的话 应该是智介会相对感觉更快一点 是好像华为的自驾都 这OTA又挺平的 蓝图呢OTA不多的 蓝图OTA不多 而且就是 而且每次升级的功能点也不是特别的多 嗯 就是OTA啦啊好开心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 好像感知不到的 好像没有 是 极客那边也是 目前来说它OTA也不算勤的 那所以智能方面还是自驾会强一点 对 智介的R7呢 我也在路上已经有见到车在开了 嗯 真挺好看的这个车 对 其实挺好就是 之前的很多这种借自备的车型啊 就除了问借之外 嗯 然后像想借那些呢 其实我觉得实用性会差点 嗯 但R7那个实用性就在了 对 所以这台车 我唯一对这台车不满意啊 是它那个方向盘 那种额蛋型的方向盘 嗯 我是真不习惯 不喜欢 但除此以外 我觉得就是在空间啊 舒适性啊 车机啊 就真的各方面都是R7会更好 嗯 我觉得R7给我的感觉 或者说这些借自备的车给我的感觉 就是它很多车它都调的好像方向很零 嗯 但是这个车的基调都是偏舒适的 所以悬架又有点撑不住 是 于是我会觉得他们的操控的性格是有点割裂的 就是车头很愿意动 但是一旦动起来呢 整个车身又觉得很笨拙 对 就有点不够协调 但如果这位朋友不会特别激烈驾驶的话呢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嗯 但而在这些车里面相对来说 比较均衡比较协调比较木桶的车型 我觉得还是CX 对 对没错这个我们是共识的啊 对对 但如果你是想要比方说某一个方面特别强 比方说自驾特别强的话 那就选这个自介的ST R7是没有问题的 是然后蓝图之一呢 蓝图之一好像没什么选择理由 蓝图之一 便宜点哦 对啊就是便宜版 然后就各方面的功能都是稍微弱一点 但是价格也会相应的低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对 好下一个问题 好 腾式的C9 吉星4 极客7X1 RV07 哪吒S列装 雷辆车三路驾驶 激烈驾驶的驾驶更好 嗯 还有铝图之第二排可以放两个安全座椅中间再放一个1米6的成人 哇 这位朋友的需求跟你一样的哦 又要披衫 后面又要做小孩哦 哇 好在我一个小孩啊 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啊 这个要两张安全座椅再一个1米6的成人 对 这个老实说啊 是很勉强 对 等一下我想 这个1米6的成人他是多重 就是多 不是多高而是多宽 不应该 其实主要是看这个人的宽度 不是看这个人的高度 哇 这个1米6的成人应该就是妈妈了 对 老婆了 然后你敢说老婆重吗 肯定不能说 他不是重 他只是宽 OK 讲回正题哈 首先跑山的话 先排除掉哪吒S 哪吒S感觉就是长着一个旅行车的外形 但是它开起来呢 还是底盘比较偏舒适啊 对 啪啪的那种感觉 还是比较买菜车 对你说P3呢跟它没什么事 嗯 然后如果要说真正P3好呢 这几台车里面我会选吉星4 或者藤斯Z9 对 因为极客7X它虽然说是好 但是它的对比的维度是在SUV里面 对啊 做得相当棒 但是SUV它本身大家的重心都高 然后吉星4呢 它是一个类似跨界车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点轿跑SUV的那种重心呢 可能也没有很高 然后它的第二排的空间也比较实用 但是相对呢 吉星4的问题是你买回去之后 可能你就只能用了啊 往后再卖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车在二手市场 真的是谁都不再见 因为这个品牌太非主流了 现在买个二手吧 如果能找到二手吉星的话 就很香的啊 你现在二也能找到的 然后空间也差不多 然后Z9 Z9应该是这几台车里面 我觉得跑山最爽的一台车 最舒服吧 最爽吗 也挺爽的 那么大一台哦 它虽然大 但是因为它重心低 然后用的轮胎也好 然后它如果是那个用21寸的顶配车 它那个轮胎薄 所以它整个指向也是很零的 然后还有一三方 对啊 还有一三方的这个加持 所以如果激烈驾驶 如果真的很激烈要想胎的那种 那藤式Z9的极限是最高的 然后相对来说Z9的二排的宽度 也会比极限宽一点 宽一点 宽一点 我没有说直接对比哦 而且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放安全座椅之后 中间还要坐人呢 不是完全只看那个后排有多宽 而是要看那对ISOFIX的接口 之间离得多近 因为你ISOFIX接口你是确定了两张儿童安全座椅 装了之后中间还留下多少空间呢 对 那所以这个可能这位朋友 你不要只看空间 而是你带着一把尺 去量量这几部车的ISOFIX的接口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距离越大的 那么中间坐人就越舒服 而且可能你也要考虑一下 比方说你儿童安全座椅要换了 就不要用那种就是侧面的那个垫太厚的那种 有个护肩那种啊 对对对 就不要用那种 就换一个可能相对薄型一点的 这个也有帮助 你小孩已经大一点的话 应该是身高在一米一米一以上 就可以用那种booster 对就是只是一个把坐垫垫高一点 那种的话对中间座位空间的侵占是最少的 好下一题啊 就是也是腾四这九的 腾四这九GT顶配和中配差了5万 这个就很精准了 只是问这个车的 然后这配置怎么选 除电动门以外 其他增配价值4万的体验感增加多吗 21寸轮毂除了漂亮还有什么优点 主要中配加电动门交货期太久了 怕享受不到当地补贴 这个就是很细节问配置的 对我们刚刚也就临时抱佛脚 看了一眼那个配置 然后这4万多的东西呢 都是一些相对来说 是让这个车看起来更像一个 比方说这个Palamera的 那种就做多一些酷炫的东西 什么电动尾翼啊 然后什么零重力座椅啊 运动套件都不是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电动腿托啊 这种就相对来说 我觉得叫做锦上添花的东西 还有多了六个喇叭 还有多了六个喇叭 就中二十个到二十六个 所以它也是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但这锦上添花呢就用四万块 所以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人 我就觉得四万块真的不值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位朋友他不仅仅只是说 考虑这四万值不值 而是他想到的是中配交车9 然后就可能想受不到补贴 想受不到补贴的话 那就等于亏钱了嘛 亏了钱其实算下来可能它的成交价 跟买个高配差不了多少 那我不如买个高配 我这个配置又上了 对吧 早点提车 那我其实算下来可能实际 我到手我要付出的钱差不多 那如果真的你算过这笔账 如果你加的钱就是万一啊 最坏的打算就是 如果你的补贴真拿不到 如果这个差价是在一万五左右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选高配 但是如果这个差价高过一万五 我觉得这些配置 它也没有说特别的必要 这些配置你折算现金 可能也就是一万块钱左右 对 就差不多了 所以就这么算一笔 这笔经济账吧 而且这位朋友有特意提他 他现在选的是一个中配加电动门 交车期很久 那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动门 对于中配车来说是选装 所以排产它会排得比较靠后 如果你不选这个电动门 是不是光默认配置的中配版 它的交车期就能够缩短呢 如果是的话 那我建议这位朋友 就不要去选电动门了 因为电动门 其实我们用下来没有说哪一个 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 虽然说也有好用的电动门 但是它的好用的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那么蠢 对没那么笨 就是不会让你发火 而不是说用起来 哇太酷炫了 太厉害了 我以后每一手都可以开车了 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偶尔会有的啊 就是你开个车去接朋友的时候 对啊 一旦停车 然后那个后门打开了 然后朋友上车去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我来一脚刹车 这个时候就秀一下的时候 还是挺秀的 对 但除此之外 如果你每天就这么用的话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对 还不如自己用手 对啊 所以这个有用 但不是非常有用 可以肤显的 有用 但是只有一点点用 对啊 然后那21寸的轮圈呢 这位朋友也问到我 除了 对啊 除了好看有什么优点 有一说一 我觉得21寸轮圈 最大的优点 还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好看 而且好像21寸配的轮胎 比20寸配的轮胎 它的抓地力要强一些 对 刹车距离也短一些 就你刚才提到嘛 如果跑山的时候 轮胎薄一点 对 它的操控会好一点 所以其实它更多衍生出来的东西 是它可以更匹配这部车的性能 而不是说 仅仅是好看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就是说 这个车开快车 喜欢这个车的操控更犀利一点的话 那我觉得是可以选21寸 建议就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如果大家还想 就像我们提出你的问题啊 让周老师也好 我也好 就直接回答大家问题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应该在我们的大家车小情绪里面 有个车问 然后在车问里面 就可以指明我们去问这个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有这个朴实性 或者说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哦 那我们呢 就会精选这些问题 来到我们的大家车问的视频版 给大家去做一个导购的答应 那希望这期节目呢 能够帮到大家 尤其是这期节目 其实也出现了很多的热点的车型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这一些我们的一些意见啊 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做参考 给大家选车的时候呢 少一点迷茫 多一点这个有用的意见 好吧 好 然后最后再分享一个福利啊 就11月16号 我们的情怀车长 对啊 又来了啊 所以大家记得到时候 如果你去广东车展的话 就顺便出来看一下 就在广东车展的 第一区的南广场 到时候我们都会在的 或者你们现场提问也行 记得我只有11月16号 一天我 过时不后我 对 就只有那一天了 没错 那我们到时见了 到时见 拜拜